今天我们节目平安 我们有一些会友或是一些朋友会跟我说 他认识了某个基督徒 他越信越惨越信越苦 你们不是说恩典的上帝吗 白白的赐福吗 特别是我也为一些我们在网络上的朋友 也许你已经再也不想去教会了 觉得在教会里面受尽了伤害 你偶然看到我们这个影片 我真的要跟你说 其实圣经里面有说明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我要跟你说 真正的上帝 不是那些错误的人呈现的 他对你充满盼望 而且不要求你 要你自愿 他唯一要的就是你白白的接受 他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 相信他为你死为你复活 他白白的爱你 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可是很多人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害你越来越惨 我认识一个姐妹 她非常的爱主 她为神献上了她几乎所有的一切 然后全新的服事 奉献许多的金钱 还有很多的时间 然后她得了癌症 教会不闻不问 完全不关心她 然后甚至于说她不尽钱什么什么 然后把她丢到一边 后来我们认识了她 我们告诉她真正的福音 真正的恩典 感谢主她现在慢慢在恢复 我们也期待看到她 重新恢复到那个巅峰 所以我们来看一些经文 让我们来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请看 在阿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我们请练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 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 义人必因信得身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有一些教会 他们是好义 但是他们为了要弟兄姐妹 更追求更多的 好像更多的去爱主 所以不小心把律法渗进去 可是这个经文说什么呢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 可以在神面前称义 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 义人必因信得身 你知道吗 你现在是因信称义的义人 还是罪人 答案是 你是因信称义的义人 光是这点 很多教会说 你是蒙昏得救 因信称义的罪人 不是 你已经是义人 神说你是义人 你就是义人 因信称义 因信被称为义 是义人 可是光是这点 人家告诉你是罪人 而你相信了 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还是罪人 当然 你就得想不到 有好的行为 让自己称义 让自己是做一堆行为 就做变成是靠着律法 可是这边说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 在神面前可以称义 所以没有人可以 靠律法称义 靠行为称义 然后呢 律法会怎么样 我们来看下一个经文 罗马书四章十五节 我们请念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 哪里就没有过犯 好我们看哦 这边讲 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你会说 没有我没有尊重律法 我只是觉得就是说 我要好好的读圣经 好好的祷告 好好的去教会 神才会祝福我 我告诉你 这就是律法 有人说 没有我没有遵守律法 圣经上那些什么 安息日 什么割离 什么我都没有守 我告诉你 圣经上提到的律法 不仅仅只是所谓的 好像宗教法 好像就是不用割离 不用守安息日那些 还有道德法 你也不需要靠遵守 不要贪心这个律法 来使神爱你 你会说哪有哪有 难道我们可以随便还是贪心 随便的借饮吗 不 你信耶稣 你不要借饮 你不要贪心 但是你不是靠不贪心 来使神爱你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论述 所谓不可起贪心 他在讲那个是律法 真的是这样 你可以看我们其他的影片 你就会知道 我要跟你说 当有人告诉你 你要做这个这个这个那个 神才会爱你 或者是你要更多读经神才会爱你 你要更多的祷告神才会爱你 你要更多的奉献神才会爱你 礼拜天一定要准时到神才会爱你 这样就是律法 律法会惹动愤怒 弟兄姐妹 所以我告诉你 很多人用好意 使你进到诅咒里 好我们再看一下一个经文 荣华书四章十三节请念 好弟兄姐妹 我们刚才提到有些弟兄姐妹 因为不小心弄错了 结果在律法里头 结果因为律法惹动愤怒 还有一些弟兄姐妹 也许你好像没有所谓 好像越信越苦 可是很多神要给你也没有成就 可是你知道神原本要给你什么吗 这边写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 神应许也不过很哈的后裔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你知道吗 承受世界这个世界 原本是cosmos 是宇宙 神原本要我们承受宇宙的 我们现在连小小一个地图 你觉得你这辈子 连房子都买不起 连一个小小的土地都没有 你还要承受世界 我告诉你 我们其实被呼召要做很大的事 可是我们生命中 总是有一些律法 你就是不相信 因为这个世界告诉你 你要很努力才会被爱 那就是律法 你以为神也是要你很努力 才会爱你 或者是神是会爱我 可是我如果这样做 祂会更爱我 没有 神要完全的爱你 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 好 四章十四节请念 好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这个经文说什么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 才得为后事 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就废弃 你会发现 应许就废弃的是什么 很多人也许你觉得好像 好吧 我没有越心越苦 可是神答应都没有成就 神答应都没有发生 你晓得为什么 因为应许废弃了 神答应的应许会废弃 你的信会归于虚空 为什么 因为属乎律法 弟兄姐妹 你里面 我们是人 我们有罪性 没错你是因性称义的艺人 里面还是有罪性 而你的罪性 会想办法把你引向律法 而那个律法 你只要越多的属乎律法 你的应许会废弃的 所以神答应你的事情 也许神答应你 今年会有一个 很棒的人 开始进入你的生命 然后你可以结为连理 可是后来没有发生 答案是什么 属乎律法 除掉你生命中的律法 是的你可能没有办法 完全除掉 可是重要的事情是 一点一点的 越来越像耶稣 在一个真正的恩典跟真理里面 因为圣经上说 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是 耶稣基督来的 那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 耶稣基督是充足满满 有恩典有真理 而恩典跟真理是在一起的 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 所以你要知道 你不要在律法里头 你要在恩典里头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 那现在已经这样了 怎么办 我告诉你 神就是可以给你 那个加倍的恩宠 加倍的恢复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七节 加倍的恢复 加倍的恩典 让你进入真正的恢复里头 你会发现 从此以后你信耶稣 你不用做什么 你不用来我们教会 你也不用做什么 疼属灵的事 你就是单单相信 上帝白白的恩典 让他为你做 你会发现 开始不同 你会发现 回到那个起初的爱 连那个起初的爱 都不是起初你对神的爱 是神起初对你的爱 回到起初那个 他对你爱 白白得到那个恩典 然后因为那个恩典 你有能力 能够越来越像耶稣 行为越来越好 上帝非常爱你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务必给我们按赞 把它分享出去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 记得把小铃铛打开哦 这样全新的影片出来 你会第一个知道 可以去搜索我们的Facebook 在上面留言 把你的问题留给我们 让我们把圣经的真理 查出来来告诉你 让我们真正认识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小铃铛 来看看啊 我们后面的电梯 帮你 我们下个人的 儿 去 不够啊 哦